苏卫理神学院 二十三位音乐短宣生 七位英语短宣生 以及六位国语和一般语短宣生 短宣生们于结业礼上 分别派出四位代表上台分享见证 以及二位代表致谢 感谢导师们的教导及栽培 十五北教区长于家政牧师 受邀于短宣结业礼上分享信息 于家政牧师以菲利比书二章五至八节 来勉励短宣生们 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并效法耶稣基督 愿意舍己及谦卑自己来服侍众人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 来到世上乃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 成为奴仆的形象 来服侍世人 并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于牧师盼望短宣生们 在结业后能继续活出基督的生命 医生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中 并愿意诚心顺服基督及侍奉主 接着由卫理神学院院长 邱和平牧师 及沙华人年医会会友领袖 环顺景医生 颁发结业证书与每一位短宣生 当天的结业里 吸引了许多牧者 教会弟兄姐妹 短宣生们的家长 家人以及朋友出席参与 并给予支持及鼓励 资讯传播部采访报导